很多人以为一辈子不能撒谎 一辈子不离婚是一个惩罚 只有那些真信耶稣的人才会说 不 这是一个奖赏 这是一个恩典 是我不能的 也是我不配的 是在主里面的奖赏 很多人以为凡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这是一个惩罚 这是世界对那些信耶稣的人的惩罚 今天我们的政府就决定要惩罚我们 不 只有那些真信耶稣的人会说 不 这是一个奖赏 这是我不能的 我靠着自己不能的 这也是我不配的 但这是一个奖赏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蒙恩的确据 阿美 当世界逼迫我们的时候 我们真知道自己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 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呢 你怎么知道你是属于主的 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呢 一个最 你知道在法律上来讲 什么样的证据是非常强的一个证据呢 因为世界在逼迫你 所以那些被逼迫的 那个使徒们在使徒行传里面 他们被放出来之后 心里就怎么样 心里就充满了欢喜 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真的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心都是鬼诈的 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信 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心里很欢喜 就是他也发现我是真信 是吗 是不是在512的时候 到52864 我们经过那段时间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教委当中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发现 原来我是真信 我真的是信 因为世界真的不喜欢我 因为我的家人真的不喜欢我 因为我楼下的那个老大爷网格园 他真的不喜欢我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确据 如果世界恨耶稣 但却很喜欢我 那我怎么知道 我是披戴耶稣基督的人呢 世界恨耶稣 世界也恨我 我心里就踏实了 你们心里踏实吗 我知道我属于谁了 我知道现在我像谁了 我的易容术成功了 是吗 因为有一个弟兄 之前很懊悔的 跟我分享说 周五一二那一天 警察在江信的楼下 他走出来 然后有个警察问旁边的警察说 哪个死不死 求医疗 然后旁边那个警察 抬头扯了 他也说 整个不死 好失败哦 易容术失败了 乞丐编成了王子 但是没有被守卫认出来 所以你明白吗 加尔文他论到法利赛人的时候 他说 他说他们必须诋毁耶稣 才能够称自己为义 因为这就是自义的标准的操作模式 也是世界逼迫教会的根源 所以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的统治者会逼迫我们 加尔文的意思是说 除非我们的统治者逼迫我们 否则他们就无法称义 你明白吗 这是他们称义的方式 他们只有诋毁耶稣 他们只有诋毁福音 他们只有诋毁主的教会 他们才能够自显为义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